X头上两个字的距离就代表了它语音上的接近程度 猪和狗的距离接近 所以语音近 第二个角度是从图像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图像化的来看 怎么得到这个磁嵌入向量的过程 因为磁嵌入的这个维度特别多 DeepSick有7168维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2维的 我随机准备了一些词 这些词在2维坐标系中是随机分布的 它在所在的位置没有任何含义 就像弯后的向量读热编码的时候 它不代表任何信息 只是相互有一个区分不在相同的位置而已 现在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把这些字都移动到X头上 也就是从R维变成E维 给它降低一个维度 然后关键来了 移动的时候我们不随机移动 而是刻意的把语意相同的词放在相同的地方 语意相距比较远的词 我们就把它放到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猪狗猫都是动物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男人女人都是性别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国王女王都是职位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走动和推拉都是动作 也放到一起 具体来讲 我们把国王移动到E绫 女王移动到R绫 男人移动到负R绫 女人移动到负E绫 这个时候国王和男人两个词的距离 和女王和女人两个词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不就代表了这两者的语意的差距 是类似的吗 理解这一个过程了吧 它本来文字是随机分布的 这个字处于什么位置 是没有任何含义的 现在移动之后 X桌上两个字的距离 就代表了它语意上的接近程度 猪和狗的距离接近 所以语意近 猫和推拉的距离远 所以语意的差距很大 这个过程我们在R维空间这样来做 在高维上也可以这样做 由于词语还是抽象的概念 不好理解 我们把词语换成实际的物体 比如不同的猫 就能很好的理解 从E维拓展到高维的情况 这是十几只猫的图片 西猫爱好者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它们的区别 一般人就要仔细对比区分下 我们先用体长来对比区分下 用一条坐标轴来表示 这个猫的身体长度 这些猫就会落在这个坐标轴上的不同的点 有不同的体长数字 但是一个体长不足以把它们完全区分开 像图中 山花猫和蓝猫的体长都是0.42米 阴白阴短苏格兰哲耳猫都是0.29米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第二个维度了 比如说比较它们的体重 这样蓝白阴短和苏格兰哲耳猫就区分开了 它们的体重不一样 一个是6.9千克 一个是2.8千克 这个时候表示每个猫的特征就用了两个数字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二维的向量 这些向量存在一个二维的坐标系统 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猫的特征非常接近 比如波斯猫和灵青狮子猫 我们需要第三个维度来区分它们 比如耳朵的长度 这个时候表示每个猫的特征 我们就用到了一个三维的向量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拓展到四维五维 更高的维度 虽然身为三维生物的我们 很难想象更高维的场景 但数字上的维度增加很容易理解 就是增加更多区分的数字 向量的维度变高了 从三维变成更高的维度 这样的一个拓展过程 把猫换成词语 这个过程就是词语拓展到高维的情况 词语之间的产生差异的维度 那可大了去了 不过这些维度仍然是可以穷举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维度都穷举出来 比如说X轴代表发生时间的差别 Z轴代表褒逸贬义的差别 Y轴代表是动作还是非动作的差别 神经网络就是这么干的 用了很多维度来区分这个语意的差异 在输入层的时候 是一个没有语意信息的弯后的向量 我们从输入层移变成这个磁嵌入层的时候 相似语意的这个字移动到距离较近的地方 这个时候它的位置不就开始代表了它的语意含义吗 当然这是一个高维空间的移动啊 Continue Deepsec中 弯后的向量是12.8万维 而磁嵌入的维度是7168维 比如说UP组可能就从独热编码000112.8万维 转换成了7168维的磁嵌入向量 每一个磁嵌入维度可能就代表了语意上的一种差异 从12.8万维的一个没有意义的位置 移动到了7168维有意义的这个磁嵌入维度中 这个图像化的解释很好地展示了这个磁嵌入向量的移动过程 这个也是野生军独创的 看到这个过程懂了的小伙伴们 请把明白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聊 想了解更多Deepsec细节 关注一下再走啊 我是野生AI产品 陪你一起成长 请不吝�